美联社统计显示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丽 获得了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需的 2383张代表人票 那这将使她成为美国首位 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竞选总统的女性 不过民主党另外一位参选人桑德斯 表明将继续竞选 直到7月份民主党代表大会举行 美联社指出 希拉丽拿下波多·黎各之后 加上最后一刻获得 571名党内超级党代表的支持 使她的选票刚好达到被提名的门槛 面对希拉丽的步步逼近 桑德斯扬言不退选 她表示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 不应该将超级选举人的票计算在内 美国东中西部六州 星期二同时进行民主党党内初选 共有851张代表人票 其中加州就有546张选票 希拉丽和桑德斯在加州势均力敌 民主党 投票 谢谢大家